被一行警进入KTV包厢 消费的顾客见到警方上门 吓了好大一跳 还有人当场想逃跑 但还是被警方逮住 KTV桌面上赫然就摆着毒品咖啡包 这一群人当时正在KTV内开毒趴 被警方逮个挣着 原来台中警方注意到 有一名越南籍人士 他经常在网路上 PO出辣妹热物影片揽客 吸引一工来KTV消费 迷你群辣妹排排站扭腰摆臀 影片乍看没什么问题 但警方发现搭配的文字内容 却暗藏毒品术语 吸引外籍医工来电消费 抓准时机进入包厢内搜索 当场仍账去货 越南籍医工在市区KTV贩售毒品 据报该组续利用市区KTV 举办毒卡并从中破例 于日前安基专案期间 期货12名涉嫌人 现场查过毒品咖啡包 Ketamine等证物 全案信号已请台湾台中地铁署 侦办 而这群被带的越南籍移工当中 还有四人是失联移工 这下不只因毒品案被带 还得面临被遣返命运 碎 不看 糟糕 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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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